近日,在成都市一剧场化妆间内,九五后川剧化妆师陈兰兴正为当天的川剧演员化妆,从妆面的打造到发型的处理,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装造后,川剧离恨天省中,仅换鲜菇的形象便呈现在眼前。 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种,因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而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。 陈兰兴自幼对川剧充满浓厚的兴趣,14岁时,参加了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举办的川剧娃娃班的考试。 小时候有在戏曲频道看过,就觉得戏曲人物很漂亮,打扮得那种亮晶晶的那种,头上戴了很多漂亮的头饰,穿的衣服也很漂亮。 偶然间听说是咱们居然在招一批学生来学那个川剧,然后觉得挺感兴趣的,就报名去考试了,然后就开始学习这个川剧。 进入川剧学校后,陈兰兴不仅专注于专业课程的学习,每天还坚持苦练基本功。 经过四年系统的学习,她开始跟随团队进行巡回演出,随着演出次数的增加,她对川剧的不同角色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 完全就是重新认识这个行业,你需要记唱腔,取台词,然后还有舞台上的调度,然后去理解人物的这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内心,然后再到上台演出这样的一个过程。 在做川剧演员期间,陈兰兴对川剧化妆也产生了兴趣,在剧院前辈的鼓励指导下,陈兰兴开始从幕前的演员转变为幕后的戏曲化妆师,开始为同事们化妆。 这个转变不仅为她打开了戏曲领域的另一扇大门,也让她更全面地了解了川剧的艺术表演形式。 做演员的时候就会先去慢慢学习了解化妆这一块,每个不同的角色她应该是怎么样打扮的,我觉得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也是很重要,因为一个演员你走上台,别人先看见的是你的整体的一个形象,我们去让演员更美,更贴合角色,然后演员就把这个角色带到台上去进行一个表演,让她活起来。 陈兰兴表示,川剧行当的多样型使得每个角色的妆容都有其独特的要求,作为一名年轻的川剧化妆师,她非常注重传统与现代审美之间的平衡,在保留传统角色特色的同时,她也积极尝试创新,为妆容注入更多现代化的元素。 每次为演员化完妆后,陈兰兴都会在侧台观看演员们的表演,同时负责为她们换妆,以确保演员在舞台上的完美呈现。 我会在侧台看有没有需要调整,然后呢,有些戏她会需要换妆,中途抢妆,像今天这个戏就是抢妆比较厉害的一个戏,因为她会一直不同的角色去来回切换。 基本上你也没在台上忙,我们在台下也是挺忙的。 在陈兰兴看来,川剧化妆不仅仅是一门技艺,更是一种艺术。 未来,她计划继续深入学习化妆造型,并将其与服装设计相结合,创造出融合化妆造型和服装设计的作品,展现出川剧的魅力。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川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